现场的除了我们几位老师还有各位领导 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喝着八十盒的水 吃着年度包长大的一个我们中国的相声界的新秀 那在这里让大家猜猜是谁来我听一听 对吗声音很小啊我听不见 他是谁啊 来让我们欢呼声呐喊声热烈的掌声 有请孟可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的荣幸这次能回来参加咱们的豆包节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还有各位精英骨干们大家好 这次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豆包把我们聚在了这个 曾经我熟悉的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是我上学的时候演过初的一个舞台 感情非常的深厚 这次呢能回来我真是非常的高兴啊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孟赫棠 师承郭德纲谢谢大家谢谢 同样的还有一个身份啊这个身份呢 我是哈尔滨市阿城区雅沟镇岳极村的孟祥辉 这是我家乡的名字啊 在家乡呢大家都亲切的叫我小灰啊 我走到哪呢都忘不了我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孩子啊 不管是走到全国各地我都嘴里边非常骄傲的说我是阿城人 因为熟悉我的观众大家都知道啊 我的家乡是阿城 每一个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阿城这个名字啊 因为我到哪我都会说非常骄傲的说我是阿城人 这次呢大家联系我说那个咱们阿城啊 要举办那个雅沟镇的豆包节啊 说能不能回来 我一直心心里想着说为家乡做点什么 但是没有找到很好的出口 我说这次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不管说能付出什么 最起码能尽一点绵薄之力 为咱们家乡的农民企业家们 还有这个我们的家乡的这个土特产 站一站台站脚诸威 帮不了别的 最起码咱们能宣传宣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年豆包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豆包节 这个节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啊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 纪念什么呢 纪念我们自己的豆包 也就是纪念我们自己 我这次参加了很多节啊 刚刚参加的也是那个一个节日叫钢丝节 钢丝节也是节 豆包节也是节 这两个纪念什么呢 一个是纪念豆包 一个是纪念郭德纲 我就在想这个郭德纲跟豆包 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是圆的 还有人说是 但是我总结啊 豆包跟郭德纲的关系 可能就是外表很黄 但是内心是甜的 内心是甜的 也希望吧 那这次能回来给大家 这个年豆包带来点宣传效应 然后呢再次感谢各位领导 能真真实实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敢冲敢想敢干敢落实 谢谢各位领导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呢最后希望咱们的豆包节 阿诚雅沟年豆包文化节 越搬越好 能够走出咱们东北 走向全国 尽量咱们打向世界 好吧谢谢 好再一次感谢孟和他 来刘布啊 几秒钟的时间 其实您在来到 咱们豆包节现场之前呢 这两天呢 咱们家乡人呢 都对你的呼声很高 但是我听到很多朋友提到过 大家都有一个愿望 在这里也代表 在座的家乡的领导 也代表我们现场的很多好朋友 包括屏幕机前上的好朋友 在这里祝贺你啊 我祝福你 干掉德云一哥 变成德云大哥好不好 这也是我们家乡人 共同的愿望 就希望你在相乡的路啊 越走越宽 越走越好 在与此同时呢 我们更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争取多吃点粘豆包 然后活得长点 我能作为德云大爷 然后把德云社开到咱们二床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再次感谢末和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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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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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